进入到4月份我们怎么干的问题 哪个方向能带来超额收益 这是很重要的 跟大家讲一下 4月份我们所说的也就是下周吧 下周一就4月份 那么下周一市场大将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反转 点位上我认为就是在三间点的上方形成震荡 不管是哪个点吧 这个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机构什么想法 我给大家两个方向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一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红利板块 什么是红利板块呢 也就是在近期我们看到从政策端这块 一直在倡导的分红 而且是多分红 这其实是我们这一次咱们的监管层一上来 就是你如果不分红 那我就给你一个很明确的XT 或者说你直接退市吧 所以说加大分红力度是这一次进入到财报 我们应该看到首要指标 而不是它的业绩利润增了多少 这个我认为是第二选 第一选或者是首选 我们看看的什么红利板块 或者说哪些板块整体而言 它分红次数或者说分红的比例大超 前期的一个预期 这是期二和行业比 如果它比平均这个行业里面的都高 那么它本身分红 那么我们认为机构可能就会关注 这类的分红比例高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昨天跌往巨钱的是什么 煤炭板块 昨天煤炭板块跌往巨钱 好再往前一天 煤炭板块是涨幅网巨钱 那么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今天煤炭板块又是涨幅网巨钱 这是为什么 一个重要点是在于什么 煤炭的一哥在前期公布了 2023年的全年的收益 就是年报正式公布了 公布之后它的业绩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但是它的分红比例是大超市场预期的 所以说来讲的话 业绩这块它以一个低开进行的开盘 但是走出一个低开高左 你看煤炭板块 目前仍然是一个什么强者横强 而且在后期会不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继续上升行行情 是值得期待的 就是在于什么 它的分红比率是提高的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关注4月份的红比板块 第二个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你比如上一周 我们看到一个概念横空出世什么 Kimi 谁都知道Kimi是什么 当时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和AI有关系 上下长文200万字 然后爆炒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性行情 我相信在后期 尤其是在4月份 随着大模型 随着应用端的不断的迭代 那么好 新的概念还会横空出世 你就像Sora Kimi 后面又没准什么词呢 咱也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只要出新词 往往机构就会热潮 就会热跑 那么你就要抓住 所以说4月份关键的核心 两点 一红利板块 我们要关注 因为有的上升公司可能业绩不好 有的上升公司 他可能他不愿意分红 但是你这个时候 其实监管层就逼让你分红 那你逼得分红 那我们就要关注整个分红板块里面 相对而言预期比较高的 而且是分红比例强大 这是其一 其二 就是新概念 我们就是要跟踪这两点 你4月份才做赢 你说现在我们告诉大家 你说你做医药板块 现在可以吗 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大 为什么 你看今天相对而言 涨幅板居前的 都是一些什么 优门罗干玄军 还有一些什么的 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市场的主线 所以包括维生素 包括纺织药 你看近期其实我们看到 哎 某安全法案 直接把某方面都已经给他打爆了 CROCXO的 中药板块今天确确实实 有一定的反弹 但是他持续性强不强呢 这个是画一个问号的 但是可预见的是什么 4月份要分红 可预见的是 下一阶段一些科技 尤其AI的应用端 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爆款 或者是新的词 我们要持续关注 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的红利图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红利图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